A前政府 完完全全 过了个年 国会17号正式开议 谈的还是普发现金特别条例 原本表令新科行政院院长陈建仁 要在10点20分上台进行施政报告 却被国民党团占据发言台 还在地上放了1万块钱 含话发6000不够 要政府把超收的4500亿税金 以每人1万块的金额还税于民 在野党嘛 国民党的诉求 只有一个很卑微的普发现金1万块 第一次被询与前任 隔魁苏贞昌总是单枪匹马上阵不一样 陈建仁率领新团队 包括副隔魁郑文灿 发言人陈宗燕等等大阵仗受访 很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 我们执政团队所提出来的 各项福国立民的政策 应该让刑事院长 有一个说明的机会 陈建仁表示会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情 向所有委员报告 也希望委员们能够支持政府3800亿 以后特别条例以及预算 不过前一天正月释出房贷补贴政策 符合资格准每月可以领到3万元的补贴 IP是在大撒币 以后确实有很多的中小企业 还有中立收入户他们生活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需要大家特别的照顾 这是我们执政很重要的目标 每一个人都要得到温暖 而且贴切的照顾 好的政策要兼顾各方 虽然没有办法做到100分 我们尽力而为 温暖截任内阁这回第一次国会背询 面对施政成果和民生经济 备受在野党质疑 难题接踵而来 就看新科院长如何化险为夷